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号报道 在乌克兰海军没有提前通告的情况下 便在黑海进行演习 乌克兰几乎所有的主要港口都受到影响 而在此前 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布消息称 来自北约五国的1000多名军事人员 将参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 哥萨克之锤2021军事演习 根据演习设想 乌军将与北约多国军事人员 演练针对侵略国武装部队 大规模攻势下的协同作战等 特别是在演习中将就如何制定 协同防御计划并在随后发起进攻 以及如何收复遭敌对邻国侵占的领土 等进行演练 乌克兰国防部还在4月2号 美乌元首通话后高调宣布 基辅已获得华盛顿承诺 若敦巴斯冲突升级 美国不会让乌克兰单独面对俄罗斯 随后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鼓宣布 俄军已经开始全面检查战备状态 俄罗斯军队将进行密集军演 仅仅4月份就将举行超过4000次军事演习 覆盖俄罗斯所有军区和北方舰队等 俄罗斯将检查所有军种的作战能力 另外俄罗斯公开了检查战略导弹部队 和防空力量的画面